第二张讲完之后我们再花几分钟做一个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这张看似时间不长 但是内容还能量很大的一些内容 第一个呢我们是讲了何谓设计 就是通过这本书大家要知道这本书 而且我推荐大家去购买 我是用心良苦啊 为了让大家去理解何谓设计 我是从这本书里面讲了 它里面所有的这个设计的一些准则 让大家去通过对这个系统的理解 以及通过对这个系统的这些认知 和它其中的一些设计的这些准则 然后理解什么是设计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讲这个五大设计原则 Solid的这五个字母 大家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这个S是什么 S是这个单一值的原则 O是这个开放封密原则 L是理事之环原则 I是结合独立原则 D是一代道质原则 这几个大家要记住啊 要能背出来 当然我不是让大家背 是理解之后的这个顺口而出 以及每个的意思 以及我们讲的那个promise那个例子 也是比较形象 然后介绍一个概念 叫从设计到模式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转变 我们之所以讲这么多设计的内容 那肯定是有用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就在于 我们要通过设计来转合到这个模式 设计原则转合到一些既定的一些模板 以帮助大家去就是后面更好理解设计模式 最后我们介绍了23种设计模式 它包括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创建型 第二种是组合型 第三种是行为型 以及我们介绍了 我们该去如何学习设计模式 其中我提到的比较重点的 就是我们要业余或者科医或者工作中 要尽量去模仿它的代码 让自己达到锻炼的效果 OK那第二章结束 那第三章呢 我们就继续开始讲工厂模式